迪士尼樂園加價成人和小童入場票 8月開始加1成4 本港居民到12月才加 樂園相信新票價對入場人數影響輕微 迪士尼樂園說通脹上升 加上樂園新園區11月開幕 令到成本增加 宣布開院6年來首次票價調整 8月1日起 成人票價由350元加到399元 3至11歲以下小童加到285元 加幅同樣是1成4 而65歲或以上的獎者就獲減價 由170元減到100元 連票就不變 本港居民就12月才加價 买票時出示香港身份證 可以繼續以舊價買入場票 但首持舊票至到12月1日之後才入場 就要補回差價 還可以 我覺得如果按現有的這些項目來看 應該是還不錯 如果你一次這麼多錢 你的annual pass的話 你一入玩幾次都抵翻 一般都是這樣 不過我想通常有小朋友的家長都是買annual pass的 開幕 無線電視機就在尖前門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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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